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大关的关键码,换老师舞女啊,军工场中场舞女,好好学,好好看 三层八音盒,估计就直接放一个,然后如果有新套了以后再补另外两个,无论是给到队友支持还是自己遛鬼啊,都蛮不错的 或者说这边就放两个,一般来说,看下来换老师好像是一波全放的 这边的话,队友小九是在被追,啊,小九是这边被追的话,其实往中场一走,这边队友,八音盒中场给到支持,来我们看一下这边,能不能过来,能过来的话,这边的话,老师应该会给到一些,那个,八音盒的支持,而且帮忙下板的 这,第二个八音盒,补,好的,然后来,队友先走,来,你打我,哎呀 这个三层八音盒,呃,其实效果是出来,但是很可惜是换老师这波自己吃到了这一刀有点伤 他如果不吃这一刀的话,结果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边的话,小九师状态补起来,对吧,我这边五女吃了一夹,你抓谁都是一个一夹夹一刀 你这一夹夹不中,你这个闪现有也没用 哎,现在不严了,现在的话就闪现一刀,换老师不会拉黑我吧 我不是故意看你的换老师 呃,宝瓶别救,确实八音盒全在外面了,这个五女的话也溜不动 傭兵这边可以过去压一手,然后我觉得,哎 这一夹是夹到了这边的五女 那这个坟场,还不错,打一刀到二阶,好的,这一波来秀的话,那我觉得给到雕刻加非常多的机会 一轮雕像随便补,能打多少打多少,这边五女一定倒的,这个五女是肯定走不了的 哎,不过这边的话好像,投坟场 没看到人,哎,哎 哎呦,我去,这是 这我怎么解说呢 这个游戏,跟我犯冲啊,这人美了,这花老师也是溜啊,找了个角落,狗起来了 这边抓傭兵,两连雕像能打到这傭兵吗 闪现,就要闪了,一刀过来,好了,带走这傭兵 但是这傭兵的话,毕竟是个没上过挂的 而且倒的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哦,这边是往中间方向挂 也对,他往中间方向挂,他不能挂在角落,挂在角落里面 在外面,这边选择,卖掉傭兵,往卡斯就一波,看到人过来,卡斯就一波 你还别说,这个局穷者是可以盘活的,现在的话还行嘛 节奏嘛,确实丢了,但是丢了 并没有完全丢,至少抓到了这个傭兵 我觉得还有的打,还有的打,这边的话,卡莫兰 欢老师这边,已经开始就自己新的机子了 卡莫,面对一个,掉下很多 还有,漂亮,菲伦,拿一丝 帅,条九师这边过来,救不了,救不了,救不了,这肯定救不了 这个位置的话,雕像,慢慢补就可以了,雕像慢慢补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叶伦,雕像,带走 没带走,就算了,没带走就算了,这边的话,卡死 看待会,这根针如果能把自己补满,条九师 哎,菲伦,过来 一刀,条九师倒地,这边的话,把人先挂上 佣兵交掉了,护臂 呃,这里打一打伤害吧 我觉得继续守就可以了,这外面 老弱残兵,对吧,败雪 上锅挂的武女 一个,上锅挂且上,倒过地上 上挂飞的佣兵,谁敢来救 我就问你们谁敢来救,你机子压好了没有 没有,这机子差的有点多的 一时半会,这个勘探员是没办法救的 只能选择卖掉这个勘探员,这勘探员一定得卖 这雕刻虾确实在操作成品上面,我觉得已经打满了 打满了,就很可惜的就是 刚才那波让这个坏老师的武女是 狗住了 丢了,这个我是真没想到的 但是没关系啊,这个局我觉得打到后面 应该还是一个偏多抓的局 因为球者这边太 残了,哎呦,算 呃,看待员这边三块子铁 武女这边机子补掉还差 这还差的多呢,他们这边的话是选择新开的差的就很多 先把佣兵挂飞,然后再来投粉场 如果带底牌的话,刚刚没有留意开局有没有带那个狩猎本的 如果带个底牌的话,这边直接切传送落地秒人都可以 武女是个交自棋 这边的话再开密码,传送落地,找这边的勘探员 勘探员是一个上挂飞 武女的话这边的三个八银盒给他捡回来了 从小的八银盒给捡回来了 投粉场,好的 嗯,一个闪现带走挂飞,稳赢版,稳赢版 看待员这边飞轮我记得,哎,刚说飞轮还有闪现一刀,漂亮 打是打的真不错啊,很果断 哎,这个小粉丝摇摆起来了,毕竟面对的可是,就是,别说是第五人格 职业圈里面都是,对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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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了 保了个瓶就可以了 然后,放放了 突然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啊 一般来说呢,如果说我们这张剑呢,就是这边遇到卡木幻赫 一般会,放一个,然后抓另外一个 这边的话,投粉场,过来找,没看到调酒师 看看追不追幻老师就,就,就得了嘛 那追还是要追的,那追还是要追的 怪不怪呢 投粉场,找到这边的五女 主要就是因为他有一些多余的动作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最后是放谁啊 但这个不影响我们作为一个专业解说的判断 好像也有点判断有问题的意思 这开局和那个前面那波五女,这个纯属意外 好吧,那明白,期视频就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